外媒報導 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 想跟我方建交 吳釗燮證實曾經有接觸 由於密國位處第二島鏈 關鍵戰略位置 學者分析 如果臺灣能和密國建交 萬一臺海衝突 美軍介入的力量將會提升 學者也表示 南泰地區是美中競爭的重點區域 若中國持續向第二島鏈 擴張軍事力量 會提高對區域現況的安全威脅 外媒報導 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 想跟我方建交 吳釗燮證實曾經有接觸 但強調報導跟事實有所出入 密克羅尼西亞位處南太平洋 面積七百零二平方公里 人口大約十萬人 全國六百零七個島嶼 但位於關鍵戰略位置第二島鏈上 學者分析 如果我方跟密國建交 萬一臺海衝突 美軍介入力量也會提升 學者許志祥分析 南太平洋地區是美中競爭重點區域 中國若持續向第二島鏈擴張軍事力量 會提高對區域現況的安全威脅 加上中國目標建立遠洋海軍戰力 若將觸角升到第二島鏈 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 美國跟盟國介入台海衝突的支援能力 將會大受影響 學者表示共軍有部分長城武器可直接攻擊或藉由艦艇載臺進入太平洋 劍指美軍在第二島鏈的關島基地 但其實共軍也面臨困境 第一島鏈多為美方盟國 若能共同嚇阻共軍 也有機會提升將共軍封鎖在第一島鏈的程度 對於台海區域和平有所幫助 記者歐榮張國良台北報導